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我玩枪是吧 玩枪 你也配跟我提玩枪 我玩枪的时候你也没胜出来的 住手 我带我二哥向王大小姐道歉 你 对不起 你干嘛给他道歉 你认识我 李通泰呢就只有一个靖国英雄 那就是王大小姐 我没说错吧 恒大龙的人都给我听着 谁要敢开枪 我马上把他送关就办 而且绝不会支付一分钱的工资和运费 你的兄弟没有事 回去看看 来来 啊 都把枪收起来 听见没有 二哥 快请王大小姐道歉 对不起 王大小姐 没问题 哪有跟婉妃计较的 欠一提过你 谢谢 你是玄宁吧 正是 王狐狸 大家快点起来 快 起来 好 力 大小姐 是 大小姐 六 打 快 大小水跑了 大水跑了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没事 快点帮一下 好 二哥你没事吧 我 我又要什么事 周 高手 给你加钱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看看兄弟们的伤势吧 好 走 看看兄弟们先把你的伤 保好再说吧 走走走 没事 王大小姐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吗 这次其实要不是多亏了你们 我的车队可能就回不了南京 是我们的车队 为什么林西贤 一定要抢先到达南京呢 是为了一份合同 怪不得我们历通泰晚到了 就要赔钱呢 王大小姐 别客气 叫我王小夕 小夕姐 我想到了一个双赢的办法 我 我 汤部长 你回去吧 回去吧 今天我可不会输 你看啊 到现在还没出现 是不是 林先生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啊 我听说 我听说恒大龙的车可是最新的 而且还拼任了几位洋司机 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 他们可能休啊 没用 我告诉你啊 我请的是全南京市最好的货运公司 堆路矿熟 还有一点 如果这次他们要是慢了的话 赔我钱知道吗 说得也是啊 林老板可真有办法 哎 车来了 好像恒大龙的车也上来了 说的 唐部长 林老板 公后多时了 我们利通泰 不负重任 没有迟到 只可惜 没有比恒大龙他们快多少 但是我倒觉得 你跟闻家的关系 处得不错呀 还好啊 人在江湖嘛 多一个朋友 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是吧 二当家这种 为人处事的方式 林某倒是应该 好好地学一学 林老板可真会开玩笑啊 林先生 来 过来 试陪一会儿 请别 文大小姐 真没想到 文大小姐的车队 也会跑得这么快 林某真是佩服 师伯 您言重了 客气 这次结果出乎意料之外 所以嘛 取决于你 既然没有胜负 那么将来签订 运载煤炭的合约 为了公平起见 我觉得有必要 重新净逐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那这就要看 文家大小姐了 好 非常公平 我同意 我没有意义 省得文家大小姐 说我什么 是不是 说 那好 我们现在吃饭去 好的 请吧 走吧 你的伤怎么样了 没事 一点皮外伤了 小夕姐 三当家的 你的伤对不起啊 俗话说 不打不相识吧 小夕姐 这一次 我们不分胜负了 说到底 都是我们利通泰 占了你们便宜了 那你有机会 让一让我这个晚辈 好啊 改天约上倩仪姑姑 我们一起去喝茶吧 好啊 一言为定 二当家了 我过去一下 我过去一下 学宁 过来 你在搞什么呀 你就让利通泰赔钱就好了 我以这合约落在林溪贤手里 我怎么跟爹交代 那我去跟爹交代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有没有把二哥放在眼里 二哥 这可是双赢之局 首先 我们交了利通泰这个好朋友 其次 你可别忘记了 倩仪姑姑可是王家大小姐的好朋友 我们这次帮了他们 他们就欠我们一个人情 还有呢 这次怎么说都是我们不对 是我们先开枪打伤人家的 好好好 你说什么都对 来 一个一个来啊 不要着急 杨兄 好久不见了 房子里 最近怎么样 还好还好 你怎么样啊 马管家知道你今天要来 里面请吧 这些聊参花椒 价钱还算合理 碧店向来取价得非常客气 在行呢也是出了名的 马管家只要立意打听 就会知道 何某并无虚言 最重要的是 碧店从来不卖假货 绝对不会鱼目混珠 要是来的货差一点 你也别想在南京混下去了 那当然当然 你去厨房找陆管事 他会告诉你买什么货的 谢谢马管家关照 你带何老板去 是 宗官 何老板 这边请 王子黎 你来得正好 老夫人正想买一些好的遗料回来 来 这样吧 担价两成 归你 行 就这么定了 以后莫颜再定海味 一定整 谢谢陆管事 谢谢陆管事 喜军妹妹 大班这么漂亮 晚上又有听戏去 好啊 你把刚才的油水分一半给我 我就陪你去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你又说什么呢 我也听不明白 看慕虚荣 总比贪得无厌的好啊 小青有人告发你 饭碗都不饱啊 臭婆娘 观世音菩萨 求你保佑我家国轩和薛亭 安然无恙 奉凶化吉 特别是我家国轩 今天又没有接到他的火车 按理说 他两天前就应该回来了呀 可是至今 仍然音讯全无 这是让我担心的 观世音菩萨 请你大发慈悲 让我国轩早日回家 让我国轩早日回家 共聚天伦之乐 解释 定仇深恩 苏丘 外面那两个女人又在吵什么 回老夫人 听不清楚 这两个女人 真是整天脚的文家 不得安宁啊 不是爷弟说八道 就是你干的 找娘去 让娘处是恶人心道状 我跟你说了 你就是一条毒实了 方秀霞 你知道我什么 方秀霞呀 你不过是文家的一个三姨太 你也敢叫我的大名啊 我看你真是反了天了你 你不管了 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让小情 在我的药里下毒 你瞎说呀 你还想抵赖 我没有 你有 没有 有 我说我没有 住口 看你们两个人 跟泼妇马街似的 成何体统啊 这哪像是大户人家的媳妇 你们说 到底怎么回事 娘 就是她 她往往要你下毒 你胡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我给你下毒 想让我给你下毒 我还没那闲工夫呢 我呸 你还没这闲工夫 我看你自己做了亏心事 自己不好意思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可今天晚上鬼就会上你们来敲 鬼敲你的门 敲你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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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回禀老夫人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三太太的药一直是我配的 可是我昨天实在太忙了 所以就找小婷过来帮忙 我也不知道 买回来的药竟然是 是 你哭什么哭啊 我还没死呢 娘 这个事是这样的 我吃这个药 吃了一段时间了 多一味 少一味 我自己心里清楚着呢 今天突然觉得不对劲 我今天怎么觉得 我的左眉毛 跳了两下 一定是出事了 真的出事了 你看你看 眉毛跳长了 眼睛都跳鞋了 发烧了没有 还真有事了 我就赶紧往厨房跑啊 我这不去还好 一去我吓一跳 这药啊 我就发现这药里吧 有一味不知名的药 后来我就问下乡 下乡也说不知道 原来啊 就是那个小婷去下的药 下乡 下乡 你跟老夫人说 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 老夫人 你平日给下人多少银子啊 他就这么替你卖命啊 娘啊 后来啊 我就请了大夫来家里 他说呢 这个药要丹下就没事 可就是因为下在这副药里啊 就成下毒了 娘 你得帮我做主啊 帮我出头 娘 你可不能听她乱说 我又不是大夫 少一味药 多一味药 我怎么知道 你不要血口喷人 不然我饶不了你 我血口喷人 你自己做的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尝尝血口喷人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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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你 别吵了 小婷 小婷 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指使你在药里面下毒 没有啊 老夫人 小婷不敢 小婷什么都不知道 冤枉啊 好 你个臭丫头 你还挺忠心哪 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挺护主 她说的是真话 你要逼她说假话吗 你怎么这样你 你推我干什么 我就推你了 你敢 就推你了 吵了 别吵了 现在到底有没有人害人 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 这两个丫头做错了事 是千真万确的 为了避免以后 这种事情会再发生 来人 加法四号 老夫人饶命啊 娘 下乡是无辜的 就小婷一个人做的 娘 您不能听她一面之词 这个事儿 真的跟小婷没有关系 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是她一个人造成的 就是她造成的 就是她造成的 好了 都别吵了 你不是要给下乡 讨回公道吗 可是下乡她 她 她假手于人 没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就是错 我要让孟元的人都知道 谁要是做错了事 就得罚 马管家 行家法 是 老夫人饶命啊 啊 女儿 啊 運然 啊 啊 啊我啊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又用上家法这种破东西了 现在是民国了 你还以为是在清朝啊 就算是在过去 也不能动不动就用家法呀 这叫滥用私刑 吓人犯错很简单 把他们赶出去就是了 他们卖给我们文家了 没错 但他们不是卖命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呀 不 我这是讲道理 我说过多少次了 他们是人不是畜生 他们要是在文家出了事 那文家就是草菅人命 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好了 爸 你说够了没有 小红 你 你管的好女儿 娘 你给我跪下 娘 你让她跪着 好好犯行四顾 娘 您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呀 你自己问问她 我让她去跟我抓药去 她自己做主就不去了 就留下给别人下毒的机会 要不是我早发现 我早就没命了 说不定 是药店弄的呢 哎 哎 你怎么也这么说 你到底是不是我女儿啊 娘 我们始终没有真凭实据嘛 再说了 你累不累啊 每次都这样吵吵闹闹的 哎 我吵吵闹闹 别人都已经骑到我脖子上了 我就不能反击 不能反抗啊 去 对 对 当然要反击 当然要反抗 就像我对奶奶一样 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母女可不是好欺负的 笑什么 死丫头 娘啊 就是说不过你 娘 那是因为女儿都是讲道理的吗 嗯 那她可以起来了吧 快点啊 哦 娘 女儿发现 你真的越来越温柔 体贴 可爱 大方 哎 很迷人呢 哎呦 臭妙 赶紧起来 多大个人了 多重啊 快快快起来 娘不喜欢我 我走了 哎 来坐 合同谈下来了吗 没有 因为出了点问题 还得在尽头 薛宁啊 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以后 你可是文家的当家 虽然说咱们是女儿家 可你爹是最重视你的 你可千万别输给那个 百家子儿薛婷 你得给妈长脸 知道吗 知道了 已经说了几百遍了 你不烦啊 烦也得说呀 娘希望你出人头地 哎呦我累了 哎 你们俩帮我拿行李 哎 雪娘 雪娘 我还没说完呢 你给我回来 哎 你们两个 三小姐 嗯 刚才真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不知道得归到什么时候 哎 其实这都没什么 你呀 要回房好好休息 身上的伤记得要敷药 不然要发炎的 知道了三小姐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嗯 她和小婷真无故啊 是啊 难道 这就是大户人家吗 哎 小姐 厨房有燕窝 你要不要吃 嗯 不吃不吃 这几天我都快累死了 我要回房休息 那晚上再吃 不要了 哎 要不给你吃 啊 好好好 人不是回来了吗 怎么还没来给我请安 刚才不是在你身后吗 我不知道 刚才还在一转头就不见了 你这个臭小子啊 还装神弄火的 奶奶 你真厉害 这样都发现是我 你这个小子 还跟我油腔滑掉 你说除了你 还有谁敢跟奶奶开玩笑啊 啊 好 素秋啊 去 把我炖了一天的人参汤 给我端过来 是了 夫人 奶奶 你真疼我 每次回来都有参汤可以喝 谁叫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呢 所以喽 不管再怎么忙 我回来也要给奶奶带一个礼物 你看喜不喜欢 这个啊 平常可以用来念佛 也可以待在手上 漂漂亮 你这孩子啊 真会哄奶奶开心 人呢倒是挺聪明的 嗯 就是没用在正道上 哪有 你的品性 奶奶还不知道 你从小就在我身边 是我一手把你带大的 你娘啊死得早 是我当初太怜惜你了 这才把你给惯坏的 在奶奶调教之下 我能坏到哪儿啊 就算我真坏 哼 我也绝对把玉莓这拆水给抢过来 也不让玉莓她搞砸 哟 怎么回事 我们玉莓的时候啊 碰上了帮林锡贤玉莓的立通泰车队 那个王小夕啊 她为了抢先 居然撞我们的车子 是吗 于是发生冲突了 这玉莓可好 她帮那个王小夕 跟她打交道 哎哟 你说这个玉莓 她搞什么名堂嘛 怎么跟我走向外拐啊 就是啊 就因为这么一耽搁 您猜怎么着 啊 碰上土匪了 土匪啊 啊 他们要抢什么 当然抢没了 那怎么办呢 哎呀 为了保护那些煤炭 我只好跟土匪枪战 枪战哪 哎呀 有没有受伤啊 奶奶 没事 哎呀 像好你乖孙子我呀 枪法如神 我枪拿起来 砰砰砰 一枪一个 三下两下 就把土匪全干掉了 哎呀 哎 那我们的人 有没有伤亡啊 嘿嘿 托奶奶洪福 咱们的人啊 受了点清伤 没事的 我想呢 这都是因为奶奶 每天烧香念佛 决定我啊 才得以平安回来 神明保佑 阿弥陀佛哟 你说这玄宁 真是女大不中流 搞什么名堂 太不像话了 疼吧 不疼了 谢谢太太 本来是想质疑下三姨太 却让你挨了打 真是的 太太 为您出力是应该的 受着小小的苦 又算得上什么呢 穿上吧 你说这个贱人哪 我说见了他 浑身就不自在 这次让他逃脱了 下一次 再放到我手里 我一定打得他爬不起来 小婷 小婷 来 把这钱拿上 太太我 这是给你的私房钱 以后啊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要听话 知道吗 来 你别哭啊大少爷 你别哭了 疼 小婷不疼 小婷没事 小婷疼 小婷不疼 不疼了 不疼了大少爷 疼 疼 疼 不疼啊大少爷 不疼 不疼啊 不疼 真的 小婷不疼 没事的 哥 三小姐来了 大少爷 你快别哭了 哥 三小姐 小婷 哥 你怎么哭了 哥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哭了 没有 没有 小婷打 妹 妹 妹 哦 哥 你是为了小婷的事 对不对 没有 哥 哥 你别哭了 大少爷你别这样 别哭了吗 大少爷我没事的 没事的 不哭了啊 没事了 大少爷不疼了 不哭了啊 我没事了 你看 这个 小婷给你带什么了 这个糖啊 真的很好吃的 吃啊 甜吧 好吃吧 甜 还有很多的 你不要抢啊 嗯 她最近没事吧 没事啊 没人欺负她 没有 小婷 有你在 我就放心了 她真的很可爱 这颗心很小 感觉又可 不要笑 小婷 你怎么来了 看你啊 这么乱啊 还好吧 男人的家里面 男人的家里面 应该是这样的 没有人收拾吗 哎 你这几天都吃这个啊 啊 你这个人怎么不到外面去吃啊 再不然你可以回离 小婷 这个很好吃 我喜欢吃这个 再好吃也是不应该 受不了你 好了 我先给你收拾吧 哦 不用了小婷 我自己可以的 我自己来 小婷 小婷 其实 我也想过 找一个人过来 帮我收拾收拾房间 做做饭什么的 不过 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那么难吗 就是你太挑剔了 让你看过多少姑娘 你都看不上别人 其实 是因为有比较嘛 是跟我比啊 你又来了 我有什么好啊 小婷 你想过没有啊 人的一生 有几个十八年 特别是女人 你就真的没有考虑过 你这以后的日子 怎么去过 你就真的甘心 这样一辈子守下去吗 宋夕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是我们女人的本分 别说一个十八年了 再一个十八年 两个十八年我也是这么过 再说现在利通泰的生意 大不如前了 人家都用什么 轮船呀火车呀做运输 再次也用汽车 你说我们利通泰现在哈 还是马车呀人力 我哪有心思想那么多呀 小夕你说得对 就是因为没有人帮你去分忧啊 所以这所有的事情 都要你自己去亲力亲为 去解决 你想想 你就这么一个人撑着利通泰 你不累吗 我不累啊 人要有寄托 生命才有意义啊 我知道 可是 你不应该 光有事业 光有利通泰 还应该有一些更多的东西 宋夕 你就不要说我了 你哪点比我强啊 我嫁过人 我有孩子 你有什么 但是我一直在等 其实我们都在等 大妈我回来了 宋夕她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我要是不去她就饿死了呗 这些男人哪 就是这个样子 小夕 岁月不饶人哪 不管你强也好 硬也好 到老了 总要找个伴儿吧 陪你说说话 大妈你好烦哪 烦归烦 我这也是为你好 宋夕 她对你啊 我真是看在眼里 她一直默默地守候着你 大妈 你不要乱点鸳鸯谱好不好 她真的对你好 你要给她个机会 接受她吧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愿意想 我现在只愿意 把利通泰搞好 将来等儿礼毕业以后 我好一个人去旅游 什么都不想管 哦 娘 去哪儿旅游也不带上我 说吧大少爷 有什么想法 嘿嘿嘿 娘 是这样的 我学校呢 就要放假了 我想去利通泰帮忙 学待什么 你什么都不会 能帮什么忙 我现在是什么都不会 可是我很快 什么都能学会的 将来呢肯定能很好地 帮你打理利通泰的 要不我先去找舅舅 不 舅舅他除了能教我赌 他什么都不会 哎别瞎说 那我就去找汉书吧 可是 找汉书学记账 我想我比他强 哎呦 你这吹吧你就 哎呦 那么大一个利通泰 我就随便找宋西书学点什么吧 就你 还跟宋西书学 你充气量 你就跟霍老大学一学 哦对对对 那就跟霍老大学了 谢谢娘 答应了啊 娘 你答应了啊 不许反悔 去 信女王小夕 既往活菩萨保佑 好让儿理 在利通泰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若然一切如愿以偿 信女必备三生酒水 尽谢神恩 也请活菩萨保佑 顾处生平平安安吧 没了 哎 大小姐 你哥呢 我觉得 你再给冯大妈求一个吧 哎呀好烦哪 我快求你的 小夕 你有多久没来这里吃小吃了 我想吃的时候就会过来啊 哎 自从我嫁给仲家之后 就很少来这里了 哎呦 你太失败了 这条街是全市小吃最好吃的地方 你以为我傻呀 我也经常将小翠到这里来帮我买 好 真的啊 你呀 哎 哎 吃这家的 黄大白 你吃什么啊 我要这个 好嘞 您呢 那我要那个 好 还有这个 嗯 好嘞 正好吃 嗯 哎 这次啊 多亏了你侄女 要不是她的话 我们呀 不但要赔林西贤的钱 利通她的名声也得砸了 你怎么跟玄宁打起交道来的 哎呀 说来话长 曾周遥送她东西 你觉得银汁水粉怎么样 我劝你呀 省省吧 你说那位大小姐从小到大缺这些吗 她什么都不缺 也是啊 她呀跟你一样就是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呀 好像你不爱吃似的 哈哈哈哈 不过呢 她最喜欢吃这里的庄严豆啊 五香袋啊 你要是买这两样东西给那个蝉猫啊 她肯定会非常开心的 呦 那便宜我了 哈哈 瞧你那样 哎 你觉得玄宁怎么样啊 嗯 聪明啊 嗯 好像除了我之外 你很少这么夸人哪 呦 我有那么吝啬吗 你就是有 嗯 小夕姐 姑姑 你可真好 我才刚回来你就来看我 哎 你不会是叫小夕姐来找我晦气的吧 是啊 她什么都跟我说了 你的杨司机居然敢开枪打伤三当家的 你该当何罪啊 我 哎呀 姑姑 你看你连说谎都不会还笑 看你这孩子怎么跟姑姑说话呢 这好歹也有客人在呢 谁家有人吓唬我的啊 对不对小夕姐 嗯 对啊对啊 你看 你帮了我们利通泰的忙 我特地 买了吃的东西给你 不要嫌弃啊 这是我最爱吃的 谢谢小夕姐 你喜欢就好 我最爱吃这些东西了 我说吧 这孩子啊 他最喜欢吃这个了 哎 我说玄宁啊 你好歹也是刘洋回来的 你瞧你那吃相 一点礼仪都没有 哎 礼仪这些东西 可是做给外人看的 我们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关系啊 哎 对啊 哎 哦 对了 三男家的伤势没有什么大碍吧 好多了 你真是有心 嗯 那就好 皇家大小姐来了 老身有失远迎啊 奶奶 娘 老夫人好 不用客气 我真不明白了 王大小姐 怎么还有脸到我们文家来 奶奶 娘 你们的车队 为了帮林西贤 跟我们文家争合同 居然不择手段地 来转我们的车子 结果 让土匪用机可乘 我的两个孙子 差点死在土匪手里啊 王大小姐 你总得对这件事情 有所交代吧 奶奶 你这些话都是听谁说的 是不是二哥告诉你的 你给我闭嘴 大人在这说话 有你小孩子插嘴的吗 人世间的事情 你懂得多少 人间险恶 你又知道多少 王大小姐 这件事情 你怎么处理 奶奶 哎呀 娘 简单 赔偿啊 那好啊 你说赔多少 在离定赔偿多少之前 我特别想让老夫人了解一些事情 好啊 那你说吧 文老夫人 只利通泰 故意阻挠贵府车队 嗯 既而让土匪有机可乘 使得贵府二公子小姐受到惊吓 对吗 对啊 啊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要解释一下 首先 车队 车队受到冲撞 是因为贵府二公子有意阻挠 其次 车队停下来 一直理论 争执不下 也是因为贵府的杨司机 开枪打伤我们利通泰的三当家 我不知道 老夫人 这些情况您了解吗 奶奶 她说的都是实情 如果 在这种情况下 老夫人还执意 要我们利通泰赔偿的话 是不是显得有点欠公道啊 那 那我孙子受了惊吓就得赔偿 哎呦老夫人 吓到令孙的是土匪不是我 你说 那个土匪他突然就跑出来了 我们事先谁也不知道的 是意外 不过后来我们文王两家 一起联手共抗土匪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的 至于说到受惊吓 不单是令孙受惊吓 我也很害怕呀 那么 谁又来赔偿我呢 我不管 总之 是你们利通泰抢了车道 才会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才伤了这么多人 你是难辞其咎的 哎呀 娘 您就别生气了啊 生气啊 伤身体 您说这事 是不是有人搬弄是非 花大其辞啊 没有啊 好了 大家都不要吵了 既然大家都要赔偿 那就王文两家一起陪好了 你瞎说什么呀你 奶奶 二哥说的话只有一半是真的 其他全都夸张了 相反王大小姐所说的句句属实 当时我在场可以证明的 奶奶 您要是再这么争下去 那可就变成义气之争了 奶奶您向来都是明白是非黑白的人 我相信 其实您比我们谁都清楚 还有是我们打伤三当家在先的 再秦再离我们也应该赔偿啊 只不过王家也欠我们文家一个人情 对对对对 雪宁 你有什么好提议啊 南京附近水灾为患 很多灾民都无家可归 没有衣食 我想 不如我们王文两家 一起在夫子庙前摆上一天的流水席 这样既可以维系我们两家的友谊 也可以共相善举啊 真是好主意啊 奶奶 你觉得怎么样 娘 就这么办吧 既做了善事啊 也不失王文两家的面子啊 娘 娘 那好吧 多谢老夫人海涵 雪宁 你是怎么想到办法的 不然的话真是没完没了啊 你知道吗 年纪轻轻就这么机智 小姐 真是不容易啊 你们不要再夸我了 不然我要骄傲的 我们也不老啊 对呀 请问你贵庚啊 我方林二十八 你就只比她大一岁 我呢只有二十五岁 雪宁 你真的很厉害 你怎么会想起搞那个 什么流水席呢 我也没特别怎么样 我就是一直想帮那些灾民 然后忽然就想到了 也没什么特别的 看来你不仅仅是聪明 还挺善良的 小夕姐姐 你不要再夸我了 我的奶奶啊 可是出了名的难对付 再加上那个二哥 肯定在奶奶 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说他了 总之啊 你能把我奶奶 说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才叫真的厉害 在南京城啊 谁不知道我们利通泰的二当家 比王熙凤还王熙凤呢 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啊 我有那么厉害吗 有 雪宁 你有机会呢 就好好学习学习 我已经见识过了 不不不 不要跟我学什么 其实刚才我也特别紧张 真要是把老夫人给说急了 肯定闹翻 幸坤雪宁出来给我打圆场 我只是狗尾虚雕而已啊 好了好了 你们就不要再互相吹捧了 我怎么越听越想吐啊 你想吐啊 嗯 有喜了 你才有喜了呢 天衣姑姑你别走 我有好东西啊 介绍给你们 什么啊 什么呀 我珍藏的意大利咖啡 真的啊 这鬼丫头 我上次问你的时候 你怎么说没有啊 都说是珍藏的嘛 珍藏 珍藏的 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拿去 你等会儿一定要口下留情啊 不要全给我喝光了 还废话 快去呀 走啦 走吧 时言不见 何事在见 笑容转眼 花云烟 时光难流 爱恨别离 一转眼 一场梦 你是我 手中断线的风筝 慢慢地远离 远离我孤单的身影 你不愿我承受 思念的不安 爱已变成你心里的负担 我不要你说出 离别的借口 是悲剧也不愿告别在今天 作曲 李宗盛